我记得是3月19号开始shutdown 然后开始居家令开始 对吧 然后到现在6月 6月中了快 所以差不多3个月 那我想这3个月 你在做了些什么 这3个月的话 首先就是我们2月底到3月初 一共有一部网剧 然后一个纪录片 还有两支广告 然后是在疫情开始之前 就是我们最后一支片子 应该是在3月7号的时候拍摄完成 然后我们用了后面的这几个月 做了所有的资财整理 然后还有剪辑工作 后期工作的更进 所以其实对于我来说 这个疫情一直到上个月底 我们才算是大概完成了 我们后期的整个剪辑 当然前期的话 也就是我们现在即将要进行的这个项目 我们也是进行了很多的前期工作 但这个项目本身也是要在3月份进行的 但是由于疫情的影响 所以我们把它然后到了 我们把它然后到6月份 所以对你来说是特别恰好的 就是不能这么说 这个就是对你来说 就是你运气特别好 就影响对之前的那个项目刚刚好结束 然后要进入后期 那后期的话是完全可以在 在这种居家的情况下 对对在家里做的 那就然后新的项目 本来也要前期的准备 但是不过事实上 你本来是打算3月份拍新的项目的 说明那你的前期是已经在3月份之前 就基本已经做好了 3月份可以开 那这个受了一些影响 延后了一些 对是的 这个项目我们2月份 已经进行了三次的视拍 因为有很多安全因素的影响 包括这个项目整体是一个广告项目 然后我们会在空中作业 是在跳伞的过程中 完成一个机器的组装 然后这个跳伞只有 是达5000米的高空 然后进行一个团体的合作 然后也很荣幸我们的空中作业组 就是我们蝶中蝶和我们的那个哥斯拉的摄影团队 然后大制作 不是大制作 但是很荣幸跟好莱坞的专业团队进行一次很好的对接 然后还有经验的交流 其实我觉得我们开发出了一种新的合作模式 就包括国内的线下工作和线上工作的一个对接 我们现在就是因为疫情影响 我们很多的客户都是由中国武汉会过来的 但是由于我们武汉封城 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及时过来 然后我们就在远程协调的过程中 找到了一个很好的方式 就是我们会用Zoom的方式 然后去录屏到我们的监视器 然后导演就能够做实时的一个监看 当然这个技术也是在我们的实验过程中 具体的实施 可能还会经过不断的实践 然后做一个完善 那这个挺有意思的 也就是说导演在国内 然后拍摄演员 什么那个就是说剧组的其他 除了演员 导演之外都在这边 所以他就来监控他来看 是除了我们美方团队 其实所有的团队都是在国内 包括导演 包括摄影 包括所有的客户 还有我们的商家 他们都可以在线上实时观看到 我们每一台机器的拍摄屏幕 所呈现的一个感觉 就像在现场 希望你们那个磨合成功 然后那个也刚好 其实这个问题是我下一个问题要问的 就是说在这段时间 你是不是会做了一些改变 一些调整 或者说一些新的尝试 那你还真的是没有浪费一点时间 这三个月一点时间 都没有浪费一个感觉 其实这三个月当中 也会做自己的一个完善 因为之前很多网站上 或者说是我们自己的频道线上 还有芯片厂 都没有得到一个我们项目的即时更新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所以我们也更新了很多我们之前上线过 但是还没有来得及跟大家展示的作品 所以还有就是YouTube 是吧 做了一个自我的调整 还有那个你们的YouTube频道 Channel也是 好像最近你也是在不断的上传一些作品 对 这个是我们之前的和张亮颖合作的一个旅行纪录片 然后是关于音乐的 我们走了美国很多个比较著名的城市 当然也很感谢美国国家旅游局提供的这个路线图指导 和美国国家旅游局的一个帮助 然后他们给我们开了很多旅灯 包括我们有风调帝国大厦 哇 大都市博物馆 OK 包括在Los Vicas的时候 Blaju酒店给我们的赞助 他们把整个的音乐喷泉给我们 抵达了一个我们专业拍摄的地方 然后我们自主选歌 然后他们可以根据我们选的歌曲 给我们放音乐喷泉的配乐 哇 太酷了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